您好 欢迎收看十点不一样 我是黄新化 今天是情人节 但是在高雄的燕潮一处加油站 发生了死亡车祸 59岁的富人骑机车遭到大货车 从后方推撞倒地 女骑士当场死亡 而驾驶疑似是因为视线死角 没发现前方有人导致车祸 接近下班时间交流到附近车流大 正准备要停红灯时 一辆红色机车疑似先被后方的大货车撞倒 但货车司机却没发现直直往前开 骑士被车轮碾压卷入车底 救护车紧急到场 白蓝色的货车停在加油站前 机车倒在地上 驾驶听到救护车来了 赶快从救护站冲出来 神色十分焦急 机车女骑士还受困在车底 这起车祸就发生在高雄验潮区安庄路 附近就是验潮交流道 十四号下午四点多 四十四岁装性男子开大货车 疑似先和前方的五十九岁女骑士发生擦撞 疑似视线死角 没及时发泄 女骑士人车都倒地了 还直接开过去 导致女骑士当场身亡 原本以为是从加油站出来发生意外 但其实两辆车都是同方向 机车也骑在靠边位置 为何大货车从后方追撞 警方还要离期 情人节这天发生混沌 轮下悲剧和家属天人永哥 国道一号彰化路段发生了死亡车祸 这名单亲妈妈疑似开车碰到了B车 导致翻覆失控 所以车上的女童在安全座椅上 受困车内 其他三个人都没有系安全带 妈妈跟儿子抛飞车坏 五岁的男童伤重不治 救出来了对不对 你们抛出来了 没错 他把他抛出来 救护人员赶到现场 从车上救出两岁女童 妈妈抛飞车外 坐在碎片堆中崩溃了 因为还有五岁的儿子 抛飞在护栏旁边 真的很严重 赶快先处理他 男童已经没了生命迹象 一路CPR跟死神拔河 朋友抱着女童在救护车的车尾 走路一搏一搏自己也受伤了 他十分焦急 看着男童上救护车 女童在他的怀中嚎啕大哭 车祸发生在13号晚间 中山高南下彰化路段 轿车疑似致状翻覆 事故车辆车身有彩绘 和车主的工作有关 驾驶是42岁的新姓女子 是一名壁画艺术工作者 单亲抚养两岁的女儿 跟五岁的儿子 当时妈妈开车 后座是朋友张姓女子 前座五岁男童 两岁的女童坐在安全座椅上 车祸之后除了女童 其他三个人疑似都没有寄妥安全带 妈妈跟男童抛飞 男童伤众不治 男童虽然已经五岁 可以不用坐安全座椅 但是未满十二岁 还不能坐在前座 而且没有系好安全带 酿成无法挽回的遗憾 不过妈妈开车 车上还有孩子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会撞成这样 警方雨带保留 因为妈妈的友人透露 当时遇到B车 才会紧急刹车 发生失控意外 警方查扣行车记录器 离清经过 调查事故原因 TBS新闻 陈志中理财引吴淑萍 章话报道 而都要收嫁了 却发生了意外事件 花莲这名职业军人 要回营区 但是疑似开车恍生 失控撞了路边的 整排车跟招牌 导致有三辆车受到波及 而附近的店家 也有不少物品遭殃 最后这一名驾驶 身体有多处的擦错伤 他说自己突然恍生 才会发生事故 白色轿车高速穿越路口 半个车身开在人行道上 还继续往前 冲撞前方一整排车辆 零件碎片 瞬间喷飞四散 甚至还有三个轮胎 往不同方向滚走 从另一个角度看 白色轿车在这闪黄灯的路口 已经先擦撞到 矗立在路边的招牌 小吃店招牌 三脚锥以及摊贩的用品 全部东倒西歪 白色轿车引擎盖被撞开 保险感整个卡在休旅车下方 他如果没有看到那个糖棒 他会撞到这一棵树 这个我们是不用搭配 旁边那个早餐那个糖棒 他今天休息 旁边那个 这辆车是我们楼上的 他有两台车 附近店家车辆几乎无一幸免 车祸事故就发生在 十一号清晨四点多 白色轿车驾驶是 二十九岁的张姓男子 他是职业军人 当时他沿着花莲市中山路 一段行驶 要收驾 回到位在新城乡花湿街的 空军第五战术混合联队 却突然偏离车道 冲撞路边车辆以及物品 这用力撞击 导致张姓男子头部和四肢 有多处擦错伤 还好送医之后没有大碍 只是距离营区不到五公里 却发生车祸事故 是收价前没睡保谎神 还是什么原因 恐怕只有驾驶本人最清楚 TBB的新闻高中 中文轩花莲采访报道 俄乌战争的最新战况 俄军从北溪两面包夹了巴赫姆特 不过乌克兰另替战场 朝沦陷区苏勒达尔进攻 而周末乌克兰一口气 拦截了20架的伊朗神风无人机 也显示他们的防空体系 越来越完备 而冲威也加码援助乌克兰 8辆鲍尔坦克 多管火箭和坦克冲往前线 射个几把炮弹掉头回营 等待下次任务 乌宗前线的坦克部队 步调紧凑 因为坦克车是现阶段 击退恶军的主要力气 至于这些乌军作战方向往南边 居然给出这个答案 早被俄军拿下的苏勒达尔 乌克兰还没有要完全放弃 至于关键城镇巴赫姆特 虽然还没被攻破 但俄军已经从北边和西边包夹 东北采访团队亲自拍摄乌克兰站好 还得随时抬头小心爆弹 这个是新鲜 你能嗅一下 现在可能有5公斤 不过远离前线 乌克兰还是高度警戒 注意俄军空袭 一天打下至少20架伊朗神风无人机 乌克兰的防空能力越来越完善 机动防空队顾名思义 不像传统防空系统一样 只有特定守备范围 极其小反应速度快 最少也只需要两位士兵 一人开车一时开枪 这支机动防空部队配备简单 一辆皮卡车和射向无人机的机关枪 就可以到防空飞弹盲区日行任务 只要距离够近 这种雷射武器也有办法 让无人机失能坠落 不过拦截了神风无人机 但速度更快 杀伤力更大的俄军巡异飞弹呢 想打下巡异飞弹也没问题 砍马车上安装四枕防空飞弹 同样想去拿拦截就去拿 但是防空系统再厉害地面作战能力也该有所提升 现在阶段天气冷 第一批乌军坦克部队已经来到波兰 训练使用爆二坦克作战 为乌克兰春季反攻做准备 今天新闻中复报道 而乌战争的激战军 巴赫姆特暴受俄罗斯的猛烈炮火攻击 乌克兰方面已经禁止平民 还有援助团体进入市区了 更多的讯息交给资深记者张允熙 好 乌俄之战外界关注的是在2月24号 乌俄开战马一周年之前 俄军是不是会展开新一波的攻势 而北约秘书长现在证实了 他们已经看到俄军展开春季攻势了 也呼吁说西方国家现在要做的 就是军援乌克兰 而这些攻势到底在哪里呢 其实就是在激战的乌东前线了 上市乌克兰就表示说 13号开始要禁止援助团体 还有平民进入巴赫姆特 乌克兰表示说 他们还是保有当地控制权的 能够提供补给 也能够撤离伤员 不过乌军跟俄军确实在两个街区 已经展开巷战了 俄罗斯方面靠的就是瓦格纳雍兵 还有俄军三面包夹 为什么这个巴赫姆特这么重要呢 外界认为如果俄军能够取得巴赫姆特的话 就是能够在盾内刺客取得新的立足点 而乌军现在该怎么反击呢 大家还记得在年初的时候 西方国家是纷纷跳出来 说要提供乌克兰主战坦克 目前有105名的乌军 俄军就在波兰接受暴俄战车的训练 预计接下来会操作波兰还有加拿大提供的战车 而他们的受训时间其实不长 只有一个月 是把以往两月课程浓缩在一个月 加紧的来训练 乌军就表示说 他们认为新的坦克能为他们带来强大的战力 俄军最近在布格列达尔一役损失惨重 一支海军陆战队 整个旅的士兵都阵亡了 而俄罗斯的国防部 现在也要把监狱里头的重刑犯 推到战场当炮灰 不知道大难临头还随着音乐起舞 这一群从囚犯变士兵的俄罗斯杂牌军 为求减刑除罪愿意上前线 但最后活下来的剩不到一半 其中一名是这位头发花白的前科犯 因为抢劫和攻击入狱 但这些和现在的处境相比都是小case 哽咽者留下给太太的最后语音 这名叫做Victor的囚犯 在前线重伤送医 坦诚自己是被俄罗斯国防部 给直接招募 更担心前线战士表现不好 会被政府抓去秋后算账 CN报道现在到监狱里招募罪犯上前线 已经不再是瓦格纳佣兵会做的黑暗手段 而是直接由俄罗斯国防部出面进行 根本不顾他们的生死 这样的情形 乌克兰也证实似乎是俄军高层开始闹内讧 出现不满瓦格纳的声音 国防部出招脚力 根据俄罗斯内部文件统计 从去年3月1号到11月1号 囚犯的数量少了两万七千多人 这些人去了哪里 很可能都是被丢上前线 在由瓦格纳公布的训练影片 可以看到 其中一个策略就是派大量士兵往前冲 掩护后方攻击火力 而这些很多就是由囚犯当炮灰 不过俄罗斯不止牺牲罪犯 精锐士兵也是伤亡惨重 有乌克兰官员指出 俄军第155独立禁卫海军陆战旅全旅约5000名的精兵 都在布格列达尔的作战中身亡或是沦为战俘 并且损失了至少30辆装甲车 尽管俄罗斯总统普清还坚称作战超顺利 但传出就连挺普清的军事部落客 都炮轰前线调度乱无章法 从卫星图像更看到在2月8号到10号之间 乌军在卢干斯克的帕夫利夫卡猛烈轰炸 打出了密密麻麻的黑色炮弹坑 就是要阻止俄军进攻 不过俄罗斯的野心是否已经布置在乌克兰 清欧的摩尔多瓦政府总统出面警告 俄罗斯正密谋暴力推翻国内政权 阻止摩尔多瓦加入欧盟 TVBS新闻综合播放 土耳其强震之下死亡人数不断的攀升 战斗的是天灾还是人祸 有智库的学者就批评了 爱尔段执政的20年里 集中权力掏空了国家 让亲信发财 贪腐加上地震更为致命 更多讯息交给允熙 土耳其的7.8强震已经过去一周了 在当地造成严重的死伤 特别是死亡人数是不断的攀升 截至14号 也就是今天死亡人数已经达到3.6万人了 为什么这次的土耳其强震 造成这么严重的灾害呢 国际媒体外交政策 他们点出两个原因 第一个就是把矛头指向了 土耳其的总统爱尔段 他们认为爱尔段为了要顾全 掏空国家机构 让心腹担任关键的职务 这造成了安全法规上的漏洞 也让灾难变得更加普遍 他们甚至点出 包括倒塌的大楼 根本是豆腐扎工程 还有土耳其的机场 跑道都出现了长长的裂缝 而这些工程 都是由爱尔段亲信的公司所建造的 另外一个就是土耳其的政府 反应慢半拍 治理不当 让灾难变得更加致命 他们也点出 其实过去是有研究的 如果地震是发生在贪腐 比较严重的国家 其实会造成更多人的死伤 另外土耳其当地的 企业际商业联合会 他们估计的灾损 也是相当的惊人 估计是达到841亿的美元 其中占比比较大的 自然是房屋的修缮了 高达708亿美元 另外收入损失指的就是国民所得的部分 其实也蛮高的 是104亿美元 再来才是工作日的损失 也有29亿美元 而土耳其的强制进入第九天 晚间的最新统计 死亡人数逼近了38000人 而造成的经济损失更是难以估计 恐怕使土耳其今年的经济成长 减少两个百分点 不过比起经济危机 现在灾区的人道危机 更迫在眉睫 地震后第198小时 土耳其再救出一名17岁少年 幸运的是连他的哥哥也一起获救 只是在灾区现场听见的 大多是哭泣声 镜头前 妇女对着志工苦苦哀求 因为她的丈夫仍埋在瓦砾中 一旁人员尝试安抚 但现场仍没有开挖举动 土耳其哈泰省一处救护帐棚 则送来一名年约三到四岁的小女童 幸好这位女童没有大爱还能对护士们说出这句话 不过像这样的帐篷显然功不应求 入夜后还是有大量灾民露宿街头 有的则是轮流睡在车内取暖 越来越多人耐不住低温开始生病咳嗽 就算有帐篷状况也好不到哪里 因为得至少十个人挤在一块 现场甚至没有厕所或淋浴的地方 我们现在不能够遭遭遭遭遭遭 那些人死了后会死 半个城市都死了 他们还在护士兵人员 一整个月之后 而且空气是满足的 香气的身体 过去许多居民是靠自己寻找亲人遗体 一旁万人种越挖越多 相同情况也发生在叙利亚 一名老父亲双手沾满烟尘 只为了找回更多家属遗物 俱利亚另一处镂空的建筑 则是出现高龄八十四岁的老太太 独自呆坐其中 她无视撤离通知 只因为舍不得和家乡告别 这场大地震 已经在灾民心中 留下挥之不去的阴影 许多人一系成了寡妇或孤儿 不知道未来何去何从 土耳其企业商业总会预估 这次强政恐怕使安卡拉当局 损失高达将近两兆五千多亿台币 土耳其灾情之多 甚至直到正后一个星期 才有时间处理脱轨列车 联合国表示 接下来最大的挑战将是人道危机 幸好叙利亚总统阿塞德 总算同意多开放西北部 两处边界口岸 先前他坚持得经由大马士革 授权才能进入 这也导致反抗军控制的地区 迟迟得不到物资援助 灾情雪上加霜 TV新闻综合报道 台湾的上空也有间谍气球吗 金融时报的驻台记者报道 近几年有数十克的中国军用气球 入侵了我国的空域 平均每个月都会发生一次 而这些气球是为了武力犯台做准备 继续交给允熙 古街街目前关注的美中角力 就是在间谍气球上了 美方认为是间谍气球 大陆认为是科研气球 而这个气球也有到台湾来 英美金融时报是引述了 台湾高阶官员的说法 他提到说 平均每个月都有这个气球 经过台湾的上空 疑似是为犯台来做准备 以二月份为例 已经来了四批通过台湾北部的上空 国内的官方自然是表示说 会持续的来做分析跟比对 而这个气球的高度 如果会对我们造成威胁的话 我们也是会将它击落了 大陆的部分 大陆的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 现在是跳出来指控说 美国也有气球多次的 非法入侵大陆的领空 美方自然第一时间 就是跳出来否认了 而北约的部分 北约认为这个间谍气球 是凸显了中俄的监视增加 因此北约也需要提高警戒 至于这个间谍气球案 其实推迟了美国国务卿 布林肯访问中国大陆 现在外界关注的是 在2月17到19号的 慕尼黑安全会议上 布林肯有没有可能跟 中共外事办主任王毅来见面 如果有见面的话 这就会是间谍气球案后 首次的面对面会晤 不过对此呢 美国方面是没有证实的 而这间谍气球事件 前美国的亚太朱青罗素认为 可能会演变成危机 甚至是美中冲突 不过他认为 比起间谍气球 美中关系比较可能会因为 两岸问题爆发更为严重的危机 不管是前美军印太司令 戴维森所说的2027年 还是美国空军上将 米尼汉所说的2025年 到底有没有所谓的 中共武统台湾时间表 美国空军参谋长布朗说 台海战争不是迫在眉睫 也不是不可避免 他对相关发言感到失望 认为猜测无济于事 他的职责是随时做好准备 近期美中关系 因为中国间谍气球事件 在线紧张 华府智库CSIS 中国实力项目主任林碧莹认为 这是美中关系的准危机 如果我们能够进入一个状况 where the risk is higher where potentially a life might be lost I'm not confident that we have the mechanisms in place that our two sides will be able to work it out in a way that doesn't cause escalation and anger on both sides One of the major variables in the equation for any potential investor or frankly for any country in the region is Taiwan relations and if there's going to be a disaster it seems a little more likely that it will start in the Taiwan Strait than in a say a balloon but it remains to be seen 罗素认为 间谍气球事件凸显情势 可以很快从一个事件变成危机 从危机变成冲突 而这正是全世界 希望美中之间 避免发生的 TVB新闻黄松普尼嘉辉 美国华府报导 不过中国大陆 对台湾的敌意 还有军事威胁日益升高 美国智库CSIS的兵推 结果显示 飞弹的数量将会是台湾 抵抗中国大陆侵略的重要武器 但是目前台湾的反舰飞弹数量 比起防空飞弹 较为生产力不足 目前得加速生产 中华民国防空飞弹密度 世界排名前三 现在攻击型飞弹数量 也直线上升 国防部2021年通过2400亿 海空战力特别预算 委托中科院生产包括万件弹 雄生飞弹 雄二雄三等各式国产飞弹 目前中科院产线增加至16条 全速运转 过去中科院飞弹产线 并非全自动生产 但现在投入经费扩充设备 产能预期从去年的800枚 提升到年产量1000枚以上 只是飞弹够了 全投硬了 接下来要考验的是我们的监测系统 能不能看得见 打得准 这也就是美国为什么在卖我们 鱼叉反舰飞弹的时候 他强调一定要卖我们 那个雷达的主要原因 也就是每一个小单位 他自己都可以进行募获 除了我们自己雷达 那个增货之外 另外一个也就是盟国 是不是也可以提供我们 相关的Data Link 目前国军的飞弹系统 主要就是国产与美系两种体系 还没提到空军的幻象战机 甚至是法国系统 能否整合进同一个指挥链 共享战场共同图像 会是当前难题 事实上现实就是法国的飞弹 法国的飞机 但是它不可能是美国的飞弹使用 美国的飞机使用法国的飞弹 这目前是并没有整合 更进一步的问题是 倘若未来美军要协防台湾 台美联合作战 所需要的战场情资与火力分配 目前也没有建立体系 真的开战恐怕会各行其政 难以发挥一加一大于二的有效战力 其实目前在资讯的整合上面 本来就出现美军的系统 与我们自治的部分 产生一些没有办法整合的状况 但这个讯息的分享 可能就要用另外的方式 譬如说讯息传输完 在荧幕上显示 我们以前叫做所谓的 作战共同图像这种机遇来执行 这样子比较有可能 随着中共军事威胁提升 国军加强武器产量 以及各式监测系统能力 然而中共的招数 却也与时俱进 其实国军的雷达系统 已经相当先进 但共军的轻饶手段 也越来越多元 除了各型航空器的数量优势之外 还有像是无人机这种 较难侦测的慢速机种 现在更多了最近相当火热的 空飘气球 防不胜防 这样的侵扰手段可能会造成 我们的目标辨识负担 更甚者在战争时 以下四换上四 采用廉价的无人机空飘气球 消耗我方珍贵的防空飞弹 国防部则表示 都有掌握 中共的军事力量坐三望二 规模与质量都相当可观 但最可怕的是 他们仍采取不对称思维 以廉价手段扰乱民主国家安宁 这对强调不对称建军的台湾来说 是严重警讯 我年轻的时候 中共的解放军是小米夹步枪 穷得要命 我们国军呢 是雄壮威武的美食装备 所以你实在要想 哪一个军种习惯了 倚弱极强的不对称作战呢 反而是解放军 不是国军 那国军要完完全全的扭转 尤其那些高阶将领 要扭转这些观念 自行这场不对称作战 说到底不对称作战 是一种创意的展现 重点不在于使用的武器载台 而是灵活多变的用兵思维 台湾面对强于自己的军事强权 更必须跳脱框架 聪明应变 TVBS新闻李伟华顾上军 台北报道 掌握全球情绪国际新闻 全新选择 YT频道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